当你能够放弃你的过去,看重你的现在,乐观,你的未来时,你就站在了生活的最高处,当你明白成功不会显赫你,失败不会击垮你,平淡不会淹没你时,你就站在了生命的最高处,当你修炼到足以包容所有生活之不快,专注于自身的责任而不设利益时,你就站在了精神的最高处, 当你,以宽恕之心向后看,以希望之心向前看,以同情之心向下看,一感激之心向上看时,你就站在了灵魂的最高处,年轻时看软,中年时看透,年老时看大,看软,看软才能烂物于胸,只看眼前美景,难见山外之山,看透,天下兮兮,皆为明澜,天下荣养,皆为力望,看大,看大,看大, 不是不求进取,也不是无所作为,更不是没有追求,而是平和与宁静,坦然和安详,离全小约一点,离自安静一点,告诫自己, 越是有故事的人,越沉浸简单薄的人,越不测不安,强者,不是没有眼泪,而是含着眼泪依然奔跑,人最先衰老的,不是容貌,而是那份不顾一切的闯进, 有时候,要敢于背上,吵出自己预料的包袱,经历一段努力后,发现自己比想象的优秀很多,成功的人,一般不是才缓衡力的人,而是,最能以亲切和爱的态度,给人以好感的人, 一个人,一个人,不能改变自己的形象,却能改变自己的气质,一个人,不能达到理想的高度,却能提高自己的水平,人技巧往中,善良,热情,成绩更容易给人以好感,微笑,比礼貌更亲切,会给人阳光般的温暖越来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